大家好我是小熊 那目前就是將下載的檔案 都是直接執行 那它是自己的檔 就是它自己的解說 那每一個都要去做一個 執行的動作 好那都用好了之後呢 它會出現三個檔案 那就是分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到記憶卡 按貼上 那全部取代 套勇士 那當然你也可以先在裡面建立一個 那個 ISO的資料夾 好那你就會先放一個遊戲進去 那遊戲的話 答案名字還是建議用英文的 OK 那我們把畫面轉移到我們的 PSP GO上面 PSP GO 目前是6.10的版本 那我就去升級到6.20 其實我也非常的緊張 畢竟這個是 是屬於後期的機子啊 沒有辦法自己刷 那當然前提是 我有充飽電喔 記得大家先充飽電 6.20 1.20 同意 開始升級 移去不復返了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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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2.20 1.20 2.20 2.20 好,升級完成,它會重新開機 那我們去敲一下版本 6.20官方的 好,那我們剛剛也有把那個東西都放好了 在裡面呢,有這個 啪嗒啪嗒2,那個四晚版 然後透過這個去抓它漏洞來破解 這裡啪嗒啪嗒2,四晚版 好,那這邊是按yes跟no都ok,然後沒有差 好,第二個要按yes 然後選第二個 立定 抓存檔,破洞的紀錄 然後立定 再按任意鍵 好,隨便按一個鍵 就進去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注意按R鍵 按R鍵,R鍵 OK 燈就成功了 然後記得要先執行這個 HEM這個東西 按圈或按插都可以 喔,跳出來了 OK,那我們再去看一下 版本 我覺得應該是離 可以玩那個 記憶卡遊戲 的 目標越來越近了 那因為我剛剛有提供一個模擬器 放在記憶卡內的 這個 然後直接執行它 看成不成功 看成功 看,進來了 好 OK 好 那跳出遊戲 然後再繼續看一下版本 好,還是在6.20 TN-A裡面 好,成功了 那大家 如果是6.10 5.03以上 那6.20以下就成到6.20 然後再 好,透過那個 啪啪啪啪2 來破解 然後再按 執行那個 6.20 TN-A 好,這個 非官方軟件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興奮的事情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執行 ISO的遊戲 好,Promichu ISO Leader 執行 那我目前也是測試魔物獵人3 好,這是PSP GO OK 那我目前就是只有放映遊戲 那第一個選項呢 就是你可以去選擇你的那個 按Slate鍵 你可以選擇你那個 免光碟引導的那個模式 好,啊正常我是選那個M33 Driver 對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去 就是選擇你那個 ISO檔的那個目錄 對 那第三個是更新那個目錄 那這個是按圈 就是 讀取這個ISO檔 按插就離開嘛 那如果按圈 好,可以執行 對 這是令人太興奮了 這是令人太興奮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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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